屋外下着雨进到屋内居然也跟着下 雨水顺着楼梯像是瀑布一直灌进来 没有一处是干的 就连住户要回家也要撑着雨伞 客难通过 高雄首座社会住宅凯旋青树 去年开放深租 住户们抱怨入住不到一年 这次封面来袭雨炸南台湾 就出现这种离谱状况 地板上的排水孔疑似因为堵住了 根本排不出去 而墙壁上的油漆也因为潮湿出现了臂癌 住户们气坏了 高雄社会住宅凯旋青树 地段好采光充足 去年风光开放赏屋时 吸引民众大牌长龙抢着看房 没想到一场雨就让排水问题浮现 都发局也回应了 都发局表示已经在顶楼堆放沙包 也会要求物管公司加强社区管理 只不过对于住户来说 才刚落成不久的社会住宅 一次下雨就出现的状况 难免信赖度减低 华视新闻参谋支撑新人高雄报导 好难道又被吃豆腐了吗 这是被称之为台海第一线的 马祖北干高登岛 就被网友直击 一次是有中国的渔船登岛 对此呢这个马防部就表示了 互报之后呢 在这个高登岛的附近 无人岛礁发现了不明人士 那么海巡在晚上的时候 也赶紧来查 一共呢是将两个人带回来征讯 那么在地点名单就表示了 因为呢对岸的渔民是非常的多 其实越界捕捞的情况很常见 不过呢会进一步 看看是否会影响渔民的权益 二十五号下午四点多 马祖渔民拍下 有不明船只停在北干岛 西北方的军事管制区高登岛 尽管画面没有拍到人 但疑似出现协助登岛的声索 接获通报以后 我们的高登守备队的部队呢 就开始颠阻官兵 然后呢去搜寻 那后来呢 登的不是高登本岛 是周围的无人岛礁 马防部接获消息 立即通报高登守备队实施巡查 并通报海巡 随后海巡在晚间六点多 拦截到两位渔民 并带回南干征讯 直言在高登岛遇到中国渔民并不奇怪 就是因为高登岛距离中国福建 实在太近 高登岛位在马祖北干西北 正对面就是中国福建的黄岐半岛 直线距离只有短短的九公里 在地名代表示因为福建 渔民多供不应求才会越界捕捞 越界捕捞频频发声 渔民权益要顾 但正值前后任元首交接前夕 中国渔民捞过戒 敏感时期成为焦点 华氏华香一方上台门道 哈喽 我是林丞沛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 或是体谈动态吗 赶快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